上一讲我们说了,怎么去翻译和解读自己的焦虑。 当你觉察到焦虑情绪是怎么发生的时候,焦虑可能就已经减轻了。 这一讲我们来说,当某种情形下的焦虑发生时,你可以做什么。 在这里,首先我会告诉你,当焦虑发生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是对的。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久而久之,你的情绪和感觉可能会被压抑。 就像我们在发刊词里说的,忽视焦虑不是应对焦虑的可取策略。 相信很多人在遇到焦虑的时候,听到的最多的建议就是,平静下来,放松一下。 但是这就好像是在对着一个正在愤怒的人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一样,几乎属于无效指令。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概念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是要通过行动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先请你回想一下,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都会做什么? 是吃东西吗?是讲电话?还是转移注意力去忙别的事?或者是去健身房跑步? 你有没有发现,焦虑的感觉特别像是一股能量,你总是要用些方法去引导和化解这个能量。 而这一讲,我会分享三种好操作的缓解焦虑的方法。 它们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具体的操作细节是需要你注意的。 第一种,三分钟注意力练习。 这招就是教给你一个调整状态的超级简单的方法。 为自己安排一个三分钟的呼吸时间,你可以坐着,躺着,甚至站着都行,在地铁站啊,开会前都可以坐。 眼睛是微微地闭上,还是牧师下方都可以,只需要告诉自己说,现在我要做一个小练习了。 接下来的三分钟,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任务。 第一分钟,我把它叫做自我采访,可以无声地问问自己哦, 我的脑子里面现在在想什么?我心里面的感受是怎样的?我的身体有什么感觉吗? 你只需要感觉到就可以。 比如,我脑子里全是明天的工作汇报,我的脖子有点酸。 记住,不要做任何的评判,不要给自己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我应该怎么怎么样之类的话。 第二分钟,把思维的角度收窄,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用在呼吸上。 不要刻意用力地去呼吸,你就是数你的呼吸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用轻轻的,很舒服的呼吸来进行,有意识地去数你的呼吸是用来保持专注。 最后一分钟,再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身体感觉上,去感觉你周围的环境,声音,气味。 是不是很简单? 这种单一焦点练习对于很多熟悉正念疗法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目的就是让我们保持专注和集中度,练习把四处乱状的思绪聚焦在单一的焦点上, 比如呼吸,比如声音,比如身体。 为什么三分钟里每一分钟想的事不一样呢? 因为这个过程会让你觉得你的思维和状态是一个流动的, 就好像是一个沙漏,沙子从宽口进入窄口,穿越瓶颈,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 这是一种最小难度,最容易操作的注意力控制练习。 这三分钟的体验会告诉你,焦虑只是你一时的情绪,它绑架不了你。 讲完了三分钟冥想,我要讲的缓解焦虑的第二个动作,就是让身体动起来。 或许你早就听说过,运动会产生多巴胺这种让人快乐的荷尔蒙。 经常运动的人不太容易焦虑,或者比较容易排解焦虑。 但是一讲到运动,难免就有为难情绪,跑步或者去健身房锻炼, 是件真的让人头疼的事儿,没什么乐趣,自然也不好坚持。 还有,万一你正担心的是半个小时以后有一个演讲自己能否发挥得好, 那么这个时候又怎么能有时间出去跑步呢? 其实动起来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麻烦, 比如两分钟的拉伸,一分钟的高抬腿,三十下深蹲,或者干脆就跳成五十下。 这些都是三五分钟随时都能做的事儿,工作和学习的奸细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简单的运动就有用呢? 因为人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其实是互相影响和反馈的。 你可能听说过,大笑这个动作本身就能让人开心。 人的其他情绪也一样,焦虑的时候,人的肢体经常是僵硬和紧绷的, 越焦虑越紧绷,越紧绷也就越焦虑。 关于运动,我还有两个建议,我们经常说要培养自己的运动习惯, 运动有这样那样的好处,这都没错。 但是在焦虑的治疗中,运动在这里主要的目的不是减肥或者其他, 而是让我们快乐多一点,焦虑少一点。 那什么样的运动更符合要求呢? 最好具备两点,第一,最好是一个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歌打电话,就不符合要求。 第二,要用平常不会使用身体的方式去使用身体, 比如你平常经常健走或跑步,这个时候就该换点别的。 关于第二点,我再展开一下。 一般来说,我们人类会有一些基本的运动方式, 包括走、跑、跳、头、攀、爬、登,走和跑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但后面记住,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发声的频率不是那么高了。 但正是这些不那么经常发声的使用身体的方式,更值得你去尝试。 比方说跳,就是蹦起来,比如跳绳,比如蹦床。 你看,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很喜欢蹦蹦跳这项运动, 而大人在蹦床的时候也会感觉很开心。 投呢,就是投掷,比如打篮球的投篮, 比如冰壶运动的投壶动作。 就连用纸团往垃圾楼里投,看谁投的准这个活动, 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快乐。 再来说攀,攀岩给人的感觉是刺激的, 命悬一线的即适感能让人全身心地聚焦当下。 而爬呢,就是四肢着地的爬行, 下次当你去哄特别小的小孩的时候, 可以试着让自己爬着去追那个爬着的小朋友, 相信你们两个都会很开心, 你也可以在家里试着四肢着地自己爬一会儿, 感觉会非常的特别。 此外,还有一项运动特别值得推荐, 就是跳舞, 因为舞蹈本身不是动作的重复, 而是情绪的表达。 像跳舞, 蹦床, 冰壶球, 室内攀岩这样的运动, 不仅让我们会拥有多巴胺带来的愉悦感, 还会有因为专注而带来的聚焦感, 以及用不熟悉的方式使用身体带来的成就感。 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焦虑。 缓解焦虑的第三个动作, 就是要把它说出来, 而且是有技巧地说出来。 这个方法我们平常会经常无意识地使用, 就是当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 会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比如给朋友打电话, 微信聊天等等, 你不需要对方给你什么建议, 他只需要听你抱怨几句, 唠叨几句, 或者吐吐槽就够了。 此刻你会感觉, 不是你一个人在独自面对焦虑, 有人陪你一起, 这个陪伴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焦虑。 你是否留意过高空跳伞项目? 很多初学者都会选择跟教练绑在一起往外跳, 即便已经被培训了很久, 即便有没有教练在安全系数上的差别并不大, 但是他还是会选择跟教练在一起。 有人在和我是孤独的这两种心理感受在应对焦虑的时候差别是很大的。 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会在陪伴当中获得营养和能量,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圈的支持, 他们的存在与财富、技能和职位无关, 需要具备的就是愿意听和听得懂, 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啊, 我的朋友里面有哪些人当我在焦虑的时候去求助他们, 他们不仅愿意听还能听得懂呢? 我想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很多, 孙艺平时要给自己储备这么三五个这一类的好友, 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万一他当时不方便倾听或电话无法接通呢? 这可能就会让你感到更加的焦虑了。 因此, 要在平时的社交当中积极去找寻这样的人选, 这种人的重要特点就是同理心要强, 他能知道你在说什么, 并且不着急给你建议。 找到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呢? 并没有, 你还需要一个简单有效的沟通技巧,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你会发现, 除非对方明确告诉我们他需要什么, 否则我们往往用我们自己的猜测和推论来跟对方交流, 比如, 一个人需要的只是安慰, 别人的指点和评论反而会让他不舒服。 因此, 当你感到焦虑想要寻求陪伴的时候, 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的朋友, 你希望他怎么帮助你, 你可以直接地告诉对方, 你希望他说什么, 做什么。 比方说你可以简单地告诉他, 你能不能陪我说会话呢? 或者, 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在担忧, 对吗? 相信当你这么问这么说的时候, 对方很快就会知道你需要他认同和呼应的点是什么, 从而说出你想要听的话。 因为焦虑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全感, 如果你感觉到有人在观点上认同你, 在精神上陪伴你, 你想的跟你听到的是一致的,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的焦虑。 总结一下, 这一讲我们说了, 当你正处在某种焦虑情形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缓解焦虑的三个动作, 它们分别是三分钟注意力练习, 让你的身体动起来, 还有就是有技巧地说出你的焦虑, 这三种方法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操作, 你可以都去试试, 可能会发现某一种特别适合你。 如果你也有操作简单, 效果明显的方法,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